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 而宜蘭市公所 今年要给幼儿园小朋友礼物 是一套文具组跟超行小鸭的陀螺 而市长黄定和 特别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 提早来到幼儿园来发放礼物 同时也宣告才艺加年华 即将在12月22号登场 现在热门的黄色小鸭做成陀螺 上井发条打次去 小鸭转的呱呱叫还会发亮 抓住小朋友目光 这是宜蘭市公所 今年要送给四个幼儿园分所 四百多位学生的圣诞礼物 安长 好幸福 你好 那你有没有想要 什么礼物 好像是想要投了 刚才大家会投了 谁叫你啊 礼物 黄色小鸭跟鸭 那你就跟他一家 你开始拿 我最想要 就是我家里有一大堆惨头 圣诞节小孩子最喜欢的 就是有礼物可拿 看到圣诞老人来发礼物 表现得特别乖 表演也特别卖力 小朋友到过年的时候都非常的快乐 尤其是让他们知道西方文化的耶诞节 跟我们台湾文化的过年 怎么样的融合 所以今天特别来亮丽人生 欢喜过年 施工所市预计24号当天 会逐一到四个分所发放礼物 另外配合佳节 22号上午在佛光山南洋别院 举办圣诞才艺嘉年华 将由分所大班生上场带来律动 话剧等学习成果 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前往观赏 原来说记者有红帝看起不到